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关键时候还得看马奎尔代口吃我一仰 直接就养了一颗非常好的代口球 这是领先48 是吧 台面上还有6颗红球 75分 这足够周围龙发挥 打进 要到黑球 最难的就是左边贴裤的这颗 当然这一颗也可以直接单轿 马奎尔这两个赛季发挥的不是很好 之前也是在前16的 能在753节805虎盛行的时代 是吧 占据前16的一个席位 那很厉害的 马奎尔 霍金斯 艾伦 还有谁 他们几个 好 连打带K 带开球队 还可以连接粉球 旁边球台 借场的来了 直接往里切 好 力度角度把控的刚刚好 但左下方底带还可以接上 威则对称阿里卡特 也很好看 选择了右下方底带的这一颗 这样不用架干 能够着 打进 打进继续连接黑球 弹库起来 是不是先处理这颗难度球 当然右下方底带想要的话 应该没有吃住 还可以打 温温推进 要到粉球 这个网友 这个网友也是有才 自从周月龙成了辉拳哥以后 周月龙所打的比赛就成了全网争霸赛 好 再吃一颗右下底 难度球留着最后来处理 直接来单叫了 好 跳到 周月龙还是有点东西的 赵新彤现在干啥 前段时间刷到赵新彤微博 赵新彤在旅游 海调 家里条件好 竞赛几年就竞赛 先不说赵新彤 周月龙这边就出现状况了 最后一颗红球没打进 马克人顺手做他一干 好 坐上了 斯诺克走起 而且还不好解 黑球挡住了这个右边的线路 好球 接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看马昆尔拼不拼 好家伙直接拼进了中段 那这局要拿下了 绿球先归了位 弹哭起来 看看黄球能不能叫到 好家伙马昆尔下手够狠的 黄球直接没叫到 又出现问题了 没打进 直接防一手 这样周永龙还有机会 马昆尔领先14分 台面27分 转角两裤 直接勾到 看得出来啊 周永龙确实在这个解球方面 也是加强了训练 直接就勾到了带口 对吧 吃文一扬 扬好了 这局直接就扬没了 3比0的局面 硬是打了个2比1 哎哟 绿球 绿球 这叫的也不理想啊 马昆尔怎么了 马昆尔 这是假马昆尔啊 你一直走位 绿球打进了 关键时候转一杆 这回超分了 好球 没有悬念了 2比1 马昆尔 这是最后一局 这一局 我去可以 罢了 去 前面 Co